七公噸的貨車在大雨中不斷倒車 運送一次6立方公尺石塊進去填補 滑星一路陸基攤方的坑洞 施工單位預估大概運送160車次 大約1000立方公尺石塊 填滿攤方地點在由怪手鋪平壓石 由於10月16號左右受到泥沙颱風和東北季風 共伴影響降下豪大雨 欺賭滑星一路道路陸基遭到嚴重掏空 基隆市政府公務處積極搶修 搶修兩個禮拜後再度遇到耐格颱風和東北季風 共伴影響下的豪大雨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暫停選舉拜票行程 再度到現場關心 施工單位預估10月31號晚上道路可以搶通 讓車輛先通行方便當地軍民可以進出 然後今天的話再把所有的弄扎實一點 然後再鋪上細砂 那細砂這一部門做完以後 先讓人車都可以通行 之後要等到天后 天后來到時候最後一層的 看那是水泥還是柏油路 再做最後的評估 那這邊我看整個排水系統 也弄了二三十支的排水系統 那未來的話 這表示這個路面的話 以後的滲水情形就比較不會發生 那也再次的謝謝我們 公務處的相關單位的努力 還有我們承包少許那種潛力的配合 那也希望能夠這個工程能夠迅速的完成 當地居民則是非常感謝張耿輝議員 從道路中斷以來持續的關心和幫忙 也我們謝謝也要謝謝我們那個市議員 張耿輝先生大力的支持 監督才我們這個道路才這麼快就會修好 你看我們發生這個事情17號發生 到現在十幾天 他就趕快把這個道路拆通給我們 目前施工單位也將在道路旁邊 用蛇龍填滿石塊的方式 設置重力式的擋土牆防止攤坊 也讓車輛在夜間通過時可以更加安全 另外張耿輝也接獲民眾反映 和當地泰安里長詹仁豪前往同樣市 兩個禮拜前受到泥沙河東北季風 共伴豪大雨侵襲 導致攤坊的泰安路段查看 不過這兩天同樣受到耐格颱風 和東北季風共伴影響下降下的好大雨 部分邊坡土石又開始攤坊 影響搶修工程進行 差不多目前有五六屋基礎事實的 比較有整個活動性的在這邊爪動的 二十幾屋都已經有先行告知 七長的只是先行告知了 現在下的好大雨又台風的外圍影響 儀式比較大 短暫的說要施工的話怕崩落 因為這邊我看土石都蠻鬆動的 那抱時候開花的話 怕要整片的話會下來 張耿慧表示已經和市政府聯繫過 這段道路邊坡必須等到 豪大雨暫歇之後才能繼續進行搶修複舊工程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指着手段 溜足